汽車行駛在昏暗道路上 發現前方滿地都是車殼碎片 一輛機車倒在地 閃著車燈 再凑近看 竟然一名騎士 横躺在地 駕駛嚇得趕緊下車 打119 這戶車到場 好幾位熱心民眾幫忙指引 騎士傷得不輕 痛到爬不起車 而最先目擊的駕駛 在事發前發現就是這輛 白色車輛急駛而過 結果警方追查 發現車子是東山區公所的公務車 駕駛疑似是東山區的區長 駕駛區長十二號晚間十一點多 開著區公所公務車行進東山區 南三一四線道和機車擦撞 但區長有聽到聲音 卻沒停下來查看 是返家後發現車子有撞擊痕跡 區長聲稱當下有緊急遮返 但是卻在隔天下午兩點多 才主動自首 已經相隔十三小時 被質疑是否酒駕 才逃離現場 區長強調自己身體狀況不佳 絕對沒有酒駕 事發隔天他自首更自情處分 也強調後續會盡力彌補傷者 但身為區長沒有以聲作則 還造勢調異 市府十六號會召開內部會議 在懲處出爐前會先調整職務 TVBS新聞郭主艙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